接着一元简志龙咨询关切114年度原家中心纳入社会安全网计划 定位为原住民族部落的社福中心 以及预计114年4月底上路实施的国土计划法 有求宪府团队及早因因 先元简志龙表示目前花莲有12间原家中心 114年度原家中心将纳入社会安全网计划 定位为原住民族部落的社福中心 不少社工对此感到担忧 另外明年国土计划就要公告实施 取代现行的区域计划法 要求宪府团队要及早因因 原家社工的反应其实会更直接 那我也直接去讲 社福中心往年它只有分所谓的 我接到案子我就要派案 可是原家中心它不是从前面的关心 辅导到后边的解决问题甚至再辅导 那这整个过程里边 如果你转变成社福中心之后 它只有在分案而已 前面的前期的辅导就不见了 后期的关怀也不见了 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担忧之说 如果我们变成像公务部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是按照 公务部门的KPI来去制定它 国土计划要公告实施之后 我们会面临到哪些的问题 我想花莲县政府的原民处在调查 整个花莲整份违建这件事情 竟有11万多户 可是这整个过程里边我们会碰到的就是 建管消防还有包含农业 甚至到原民这整个区块 而我们花莲县政府有没有这样因应的准备 所以这个部分在县府来讲的话 那当然县长这边也提出 未来也能够尽量能够来协助我们这几件事情 简志龙感谢县府团队能够扛住许多舆论的压力 在经过努力之后 国土署核地西竹市及花莲县的功能分区草案 为花莲县的县民们争取的是居住正义 而不是居住利益 借留美胜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